你起来嘛 我叫起来 起来啦 哦 老公 我起来了 你现在没跑把衣服换了 相信说起西梦瑶 大家一定都不会陌生 在我印象中一直停留在他唯秘秀上不慎摔跤 以及嫁给赌王之子何游君之后的精彩发言 说他嫁给的是爱情 不是豪门 如果没有爱情 什么豪门他都不想嫁 因为没了解过 当时我觉得不懂他是哪里来的底气 估计很多人也不会相信他说的 坐等看戏的态度 其实 任何一个人的婚姻里 都会存在委屈和隐忍 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一点就断定西梦瑶的婚姻不幸福 2019年 西梦瑶嫁入赌王家族还生下赌王长孙何广深 但伴随她的是外界的不看好和网友们的嘲讽 西梦瑶和何游君结婚生子的时候正好是赌王病重的时候 当时关于赌王四方为了在赌王生前生下长孙征场的传闻 一直不断 之后更有传赌王四太一直看不上西梦瑶这个儿媳妇 比如两人结婚生子后迟迟没有办婚礼 西梦瑶婚后没有住进婆婆的豪宅里 连代产都是住在酒店里 而四太送给何游君西梦瑶那套价值五亿元的豪宅 只写了何游君一个人的名字 在最新的综艺里 何游君还爆料四太第一次见西梦瑶就给了对方下马威 把他当透明人 还说四太肯定对西梦瑶做了背景调查 卑微成了西梦瑶嫁入豪门后最大的标签 想一个生一个像我的 结果这个也不是很像我的 再来加油 我休息一下 加油加油 但没想到就在他们结婚四年后 随着他们参加综艺爱的休学旅行 他们之前参加综艺的片段也陆续被网友扒出来 结合西梦瑶如今的现状 大家才反应过来 原来西梦瑶真的嫁给了爱情 他的豪门婚姻幸福指数不输郭晶晶 西梦瑶说他嫁的是爱情 不是豪门 我信了 从前何游君被人提起时 最多的头衔就是赌王与四太之子最像赌王的孩子 但现在不同了 何游君又多了一个新头衔 那就是西梦瑶那傻白甜又恋爱恼的老公 西梦瑶嫁给何游君 其实都可以拍成偶像剧了 主人公就是高智商麻省理工 小金土豆和高贵冷艳国际超模 结婚四年 何游君对西梦瑶的爱指增不紧 而西梦瑶也变得愈发理解 何游君所出生的家庭 陪他一起创业一起面对压力 如此看来 两个人真的是真爱 别看何游君比西梦瑶小六岁 他还是以自己的能力在何家给西梦瑶争取了各种名分和奖励 一次何游君问西梦瑶 未来三胎想要怎样的奖励 而西梦瑶随口一句 想给未来每个孩子一套宽敞而漂亮的豪宅 网友纷纷表示贫穷限制想象 但毕竟以何游君的家庭条件 就算是为西梦瑶投入几个亿的价值 还是能轻易拿出手的 我大学的时候就说我要去他 大学 你都说就认识他 不认识他 看到他在那个 对 屏幕上 这个挺好的 这个应该是最完美